海鲜市场里可谓是人才积极 这不在一个很不起眼的海鲜摊位上 就隐藏着一位局势高手 这个大叔在这个摊位上卖海鲜已经18年了 对于鲨鱼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并且还拥有着高超的技术 特别是处理墨鱼 处理手法更是让人拍案叫绝 这回一个土豪从大叔这里买了8只墨鱼 就是想看看大叔这惊人的鲨鱼手法 这只墨鱼也是一个硬质子 差点反手咬了大叔一口 好在大叔经验丰富 抓起这只墨鱼 用手指扣了一下这只墨鱼的开关 这样简单的扣一下 墨鱼的墨汁就流了出来 此时的墨鱼已经一动不动了 不得不说这个机关还真是非常厉害 接着大叔用水把墨鱼冲洗干净 然后搬到案板上面 拿起一把剪刀先在墨鱼身上开一个口子 这个口子是介于鱼皮和鱼骨之间的 为的就是能够用水管插到鱼皮里面去 大叔打开开关后 水压瞬间把墨鱼冲了起来 拨不了多久墨鱼就变成了一个大气球 还是有着爆纹桩的气球 大叔这么做是为了能够更简单的包墨鱼皮 等到水冲了十几秒后 墨鱼皮开始承受不住里面的水压 最终爆了出来 这个过程看起来就感觉非常的过瘾 被水压冲过的墨鱼包起皮来就非常的简单了 大叔一边撕开墨鱼皮 一边还有很多的墨鱼汁流出来 这样一对比 墨鱼的肉还真是非常的白嫩 大叔三两下就把墨鱼上面一层的墨鱼皮撕干净了 接着就是取出墨鱼的鱼骨 这么大只的墨鱼 鱼骨也是非常大个的 大叔用小刀割开墨鱼的肚皮 取出墨鱼肚子里的内脏 接着大叔把墨鱼翻了一个面 他要用同样的手法 把墨鱼底部的鱼皮也撕下来 大叔先撕开一个口子 然后用水管插进墨鱼肚皮里 打开水管开关 用手压住水管和肚皮的缝隙 墨鱼的肚皮同样被撑得越来越大 直到水压把墨鱼皮撑破 看样子感觉就非常的好玩 许多游客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杀墨鱼的方法 为了看到墨鱼爆炸的一瞬间 顺手从大叔这里买一只墨鱼也是非常值得的 也真亏了大叔能想到这么奇特的方式来撕墨鱼皮 不仅提高了鲨鱼的效率 这墨鱼的皮撕得也是非常的干净 大叔除了鲨鱼方法独特外 这刀工也是非常了得 他用小刀把墨鱼像这样切出一条条的口子 然后用小刀沿着墨鱼肉中间插进去 这样从中间开一个口子 主要是为了把一根黄瓜插到中间 这样的做法也是挺奇特的 最后大叔把这墨鱼切成一段一段的小块 看着就感觉非常的不错 这样一段墨鱼刺身不仅非常的好看 还非常的有档次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看完的小伙伴记得帮忙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